日前娱乐圈的好爸爸田亮和即将成为爸爸的陈楚生亮相某公益活动 台上两位奶爸谈了各自的公益心得 台下田亮更是被追问女儿三叠的近况 已经是儿女双全的田亮 面对儿女小矛盾时会使出怎样的招数化解呢 我觉得首先要给他一个公平 他要讲的是公平 老给我提这个话 然后还有一些方面呢 就是让他就是要有 就是跟弟弟不要有太多的这种 就是争风吃醋的这种印象 所以多开导他 因为亲此节目大火的田亮 最近更是积极拓展工作版图 也要开始往主持人的方向发展 但是一向普通话都不是很标准的他 能否hold住主持人的职位呢 之后有可能有一个节目我是主持人 那你这普通话你觉得过关吗 我觉得其实四川话还是能听得懂的 所以我在努力中吧 优优独全日乐 北京报道